据中国海警8月4日消息 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巡逻艇和多艘渔船 先后非法滞留我仙宾礁 其中就包括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旗下巡逻舰的首舰 特雷沙·马格巴努阿号执法舰 弦号9701 期间 中国海警全程依法跟肩管控 中国对包括仁爱礁 仙宾礁在内的南沙群岛 以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飞方船只非法滞留 严重侵害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飞方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而据台媒NUDOK新闻7月2日消息 非害警9701号自今年4月 以确保中国不会在仙宾礁填海遭地为由 便在仙宾礁茅博 显示其长期滞留野心 在7月22日 中飞就仁爱礁达成临时性安排 其中规定在飞方拖走非法坐滩军舰 马德雷山号登陆舰之前 飞方如果需要对该舰进行物资补给时 需要事先通知中方 在中方检查过后 飞方才可以进行运送 并且补给过程中方需要全程监控 然而就在仁爱礁问题暂告段落后 飞方又开始在仙宾礁制造事端 意图再次挑起中飞海上争端 陶制仁爱礁模式 据了解 飞海警9701号是由日本三菱重工造船厂建造 该舰长度为96.6米 最大速度不低于24节 每小时44公里 满载排水量2600吨 可载67名船员 而马德雷山号长度为100米 航速12节 每小时22公里 满载排水量4080吨 飞海警9701号 无论是吨位还是大小都是小于马德雷山号 但是飞海警9701号依旧可以完成坐摊任务 况且该舰是2022年5月才正式服役 舰矿很新 非常适合长期坐摊 仙宾礁是南沙群岛中面积最大的几个无人岛礁之一 礁盘总面积达到115平方公里 目前菲律宾和越南都声称拥有所谓主权 在飞方看来 仙宾礁未来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仙宾礁不仅面积大 海洋资源也极为丰富 未来加以开发 旅游资源不可限量 如果在仙宾礁实施填海造岛建成一座城市 甚至可以为军舰海军提供军事用途 而据非美马尼拉标准报7月11日消息 中国万吨海警5901号悬落舰出现在仙宾礁 但是非海警9701号将会继续留在仙宾礁 菲律宾海军发言人海军少将特利尼达表示 目前双方海警船并非是对峙 随着事态的发展 菲律宾退休最高法院法官贾德莱萨表示 马尼拉必须吸取2012年的教训 不能再出现与中国海警对峙过程中 单方面从黄岩岛撤出船只的情况 甚至表示 马尼拉必须保护和维持位于仁爱礁的马德雷山号 并保持非方海警存在于仙宾礁 特利尼达还表示 我们有我们的计划 计划并不是只针对仙宾礁 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是基于过去的经验 以及目前的能力 必须保证属于我们的东西仍然是我们的 而根据菲律宾武装部队消息 仅在7月8日一天时间内 就有至少95艘中国船只出现在该海域 其中大多数为民用船只 另外在仁爱礁附近发现两艘中国军舰 而贾德莱萨还表示 即将对北京提起第二起仲裁案 具体原因是中国破坏了七个珊瑚礁的环境 甚至将这些珊瑚礁变成军事基地 同样也是在7月8日 由自然资源部南海生态中心 和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 共同编制的仁爱礁非法坐摊军舰 破坏珊瑚礁生态系统调查报告 基于卫星和现场勘察结果显示 由于非方军舰长期非法坐摊仁爱礁 导致仁爱礁海域珊瑚礁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 非法坐摊军舰附近珊瑚礁大量死亡 以及出现大量碎款 这种长期破坏行为 将会导致珊瑚礁抵齐无脊椎动物种群 造成严重影响 仁爱礁的珊瑚礁生态系统 已经遭到严重破坏 非方不立即撤走非法坐摊军舰 现在还倒打一耙 指责中国破坏了7个珊瑚礁生态环境 非法坐摊军舰是谁家的呢? 如今又要在仙滨礁炮制仁爱礁模式 这就是你们口中所说的过往经验 以及目前能力所及吗? 中国不是没有能力通过军事手段 将非法坐摊军舰清楚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凡事都想和非方商量着来 中方是尊重非方利益 而不是害怕非方以及背后的外部实力 笔者在这里送非方一句话 使食物者为俊杰 通缉辩者为英豪 不可能是用尊重便宜时用来系列宗 或计划 尊重非方参与